在当今社会 大家对于婚前财产公正早已不再陌生 然而说起婚内财产公正 想必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听说 今天的诉求方张女士 不愿千里从新疆来到南昌 目的就是要跟丈夫做婚内财产公正 张女士说 她之所以坚持做婚内财产公正 是因为结婚短短四年 她就在丈夫身上付出了上百万元 从我们结婚之后到现在 在她身上我付出不低于一百万 我如果能有金钱 把婚姻能买来 把这个家庭能买来 我宁愿付出 我现在担心也是 我经济上也付出了 感情上也付出了 我最后得到还是我一个人 我前夫就是这样子的 我付出那么多 最终结果是我前夫抛救 尽管第一段婚姻已经过去了近十年 但张女士还是心有余悸 仿佛是一只惊弓之鸟 每每想到外人的闲言碎语 张女士就会感到惶恐不安 对于比现任丈夫大四岁的张女士来说 她最担心的就是将来落得个人才两空的下场 张女士认为婚内财产公正就像她婚姻的一道锁 是让她打消顾虑获得安全感的法宝和力气 然而身为丈夫的彭先生却表示 婚内财产公正有百害而无一利 所以就算是离婚 她也绝不接受这个公正 如果不是钱的问题 那么双方的矛盾出在哪里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彭先生不接受婚内财产公正 在相识八年结婚四年之后 张女士为何突然萌生出了做婚内财产公正的想法 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条件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一位是张女士 一位是彭先生 欢迎二位 我们了解一下两位来金牌调解 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我的数据是帮我们婚内的产材 做一下公正 婚后的财产公正 对对对 公正一下 我认为婚后的财产 你的也有我的 我的也有你的 两人在一块过 有些事情不要把它搞得太清楚 搞清楚反而伤感情 本来结婚的时候就各自有各自的财产 开始就说他条件比我好一点 就说做个财产公正 但是后面结婚了 因为大家都觉得还不错吧 彼此信任就没有做财产公正 彭先生认为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 都是夫妻共同的 很难分清 哪些钱是你的 哪些钱是我的 所以婚内财产公正 实施起来有难度 退一步说 就算能把各自的财产分清 婚内财产公正 也难免会伤害夫妻感情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 都没有必要做婚内财产公正 然而在张女士看来 婚内财产公正 是维系这段婚姻的前提 只有把钱先分清楚了 这段婚姻才能维系下去 我还是想继续这段婚姻 分个清楚 我以后我们这个婚姻有好处 分清楚了 反而利于你们婚姻 对 结婚前 张女士有个50亩的牛肠 彭先生有个50亩的猪肠 去年 张女士的牛厂上 产生了一笔200多万的卖房款 现在双方的矛盾焦点 就在这笔卖房款上 婚前 她有她的厂子 我有我的厂子 她的是猪肠 我是牛厂 我认识她以后 我那个厂子那个地方 有块空地 我把房子盖起来了 这个最后因为是 我们经营不了那么多 就把这个房子卖掉了 卖了多少钱 卖了200万吧 她这里头有点出入 总共我们卖这个院子 总共是290万 花了70万 总共的利润应该是220万 你觉得这个220万 至少是应该是平分的 对 是吗 一人110万 对 我不认为是这样子的 祖宗 去年这笔卖房子的钱 是我的厂子里面 发生的这笔钱 他指使我操了一下薪 钱他没有出一分 我的方案就是说是 现在我们婚礼的餐餐 分清楚 公正一下 我名下的餐餐归我儿子 他名下的餐餐归他儿子 这个你名下他名下 能分得清吗 可以分得清 因为婚前 他有他的厂子 我有我的厂子 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 我的厂子归我儿子 你的厂子归你儿子 就分完了 不是这样子 从我们俩08年在一块以后 就是这两个厂子 基本上都是我在经营 两个都归你管 对 挣的钱是他说 钱都在他那 所以说他说把这个厂子 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我就不同意 那如果说他今天提出来 婚后财产公正 你是觉得这笔钱 也应该拿出来算是吗 对 张律师 你认不认同 就是这卖房的220万 应该你们两人 一人一半的 不应该 为什么 就是一个朋友合伙 做生意 起码还有三七分成 四六分成吧 你觉得你应该占大多数 对 对于卖房所得的 220万利润 张女士认为 应该全部归自己 因为房子 是在他婚前的牛厂上盖的 考虑到丈夫经营牛厂 和猪厂是出了力的 所以分得部分卖房款 也是应该的 但绝不是对半分 对于妻子的这套说法 彭先生完全不赞成 他始终认为 卖房所得的220万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在收到卖房款后 他并没有及时告知妻子 没想到 正是这个举动 让妻子有了做婚内财产公正的研讨 卖的是我的房子 就是你操心我盖起来 是我的房子 作为我是你的老婆 钱到你账了 你应不应该跟我说一声 一个是因为一个忙吧 再一个来说 我当时觉得 他基本上这些事情 也没操心 到他账上到我账上 没有多大区别 那也就是在你的概念里面 就是这是我们的 对 我也不可能把钱藏拿去 收入多少钱是明的 开支多少也是明的 但是在张女士心里觉得 卖的是我的房 应该是我的钱 好歹也得告诉我一声 我作为是你的老婆 并且这笔钱 是我的房子 我投资的钱卖掉 你开支也好 你怎么也好 我是不是应该知情 是不是 那你就是觉得他有私心了 对 从去年这个事情 我就对他一点不放心 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 要做所谓的公正吧 我那时候心里就有这个想法了 有念头了 有这个念头了 我讲的这样的话 现在就是都是这样的 以后为这些财产 我们自二婚呀 虽然事后丈夫将卖房款 如数打到了自己的卡上 但张女士心里的石头 还是没有落地 原来牛厂和猪厂相比 虽然面积相当 但是地段更好 说的直白点 就是牛厂比猪厂更值钱 而张女士想把牛厂 公正到自己儿子名下 也是为了避免日后起争执 那么法律上是否有 婚内财产公正 这你说 在张女士牛厂上盖房 卖得的220万 究竟是属于张女士的婚前财产 还是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观察员罗律师决定 就此做出法律上的说明 这个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其实也有婚前财产的一个公正 根据我们婚姻法的规定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可以对婚内财产进行公正 法律虽然有这样的规定 但是这种约定的比较少 对于我来说 我一直是这样理解 结婚前 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结婚以后 我们俩就融到一块了 你的也是我的 我的也是你的 你们各自的婚间财产 租厂也好 牛厂也好 在婚后产生的收益 包括你刚刚提到的 在牛厂的那块地上 建的房子的出售的 所产生的利润 那么法律上是怎么样的 一个分配的原则呢 除了资息或者是增值之外 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我给你解释一下资息 比如说婚前财产一百万 存在银行自然产生的 这种利息 仍然是属于一方的 增值比如房子 结婚的时候是值一百万 结完婚以后呢 他值到了一百五十万 这增加的五十万 仍然是一方的 那么你这个情况 就有一些特殊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结婚之前 他有一头牛 结婚之前 你有一头猪 结了婚以后 牛是他的 猪是你的 对 但是这个牛仔子和猪仔子 就会形成共同的了 对 我就这个意思 你的牛厂的经营 他的猪厂的经营 其实双方都是参与了的 所以他产生的牛仔也好 猪仔也好 收益也好 法律上是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 要把它分得一清二楚 是不但现实的 分不清楚 根据罗律师的分析 在张女士牛厂上盖房 卖得的两百二十万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也就是说 双方各自占有一半的份额 即一百一十万 这与彭先生的想法不谋而合 我主观意义上是这样子 赠了两百二十万 我也不想给你分那么多 然后你给我厂子 偷了三十五万吧 然后给我买了个车 剩下的钱 那你就管这 彭先生认为 一百一十万的卖方款 归自己所有 除去投资建厂 和买车用掉的五十五万 他的名下还剩五十五万 如果他不信任妻子 他完全可以自己保管剩余的钱 而不是交给妻子统一打理 自认为做出让步的彭先生 不理解妻子 为什么还要吵着 做婚内财产公正 他就是这两年 不知道咋想的 反正经常在我跟前说 咱们俩应该 做个财产公正 使那孩子以后 为这个事情扯皮 按照罗律师的说法 牛厂和猪厂 属于双方婚前财产 不存在争议 但由于两个厂 共同经营 收益很难划分 所以不建议 做婚内财产公正 既然如此 为何张女士 依然不肯放弃 做婚内财产公正 我儿子结婚 这个事情不晓得 你作为当继父的 你拿一千块钱给儿子 说明你心中有这个机子 但是我儿子结婚 那么大的事情 你一分钱没付出 你说大钱 我没出小钱 不可能说一毛钱不花 那是不可能的 在一块生活 但就说 儿子结婚这个问题上 我说最好 儿子结婚嘛 给他买个新房子 他说那你出多少钱 我说当时他借了我20万 我说那这20万 给儿子买房子就行了 他就说那好吧 就说意思他出20万 我出20万 他亲生父亲出20万 这60万给儿子买个房子 当时我也没想啥 回家以后我就在说 我说我出20万 咱们俩是一家 你也出20万 40万 他爹再出20万 我说这样是不是不合适 结果他就说 那你再给我20万 我就给儿子买个房子 我说那你不是强求我吗 我说我没有这个钱 我有这个钱20万 我给你20万 我觉得我就挺大度的了 事情不是他这样说的 他看我爸 我的房子给我儿子了 他就不愿意 我儿子马上领域结婚 他跟我吵架 吵得一塌糊涂 说是 你为什么把你的房子给他 我说你站着说话 不要他 我说那要不你出资 你掏钱给他买 他说那我借给你 这个20万 我不要了 你给他买房子去 本来这个 你的意思是 就这一句话 其实说明不了什么 对 那一句话 显得分量太轻了 你要这样说 那根本就扯不清楚 儿子结婚买房这件事 让张女士更加坚定了 做婚内财产公正的想法 之前提到220万的卖房款 丈夫就拿夫妻 共同财产来说是 可到了要付出的时候 丈夫立马就撇清关系 嘴上答应出20万 给儿子买房 事后却又反悔 分文未掏 前后的反差之大 让张女士的不安全感 急剧上升 如果说这时候 张女士还在犹豫的话 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 则让张女士痛下决心 这个婚内财产公正 做定了 并且刻不容缓 她带她儿子去旅游 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她说天不黑就回来了 等到12点 她还没有回来 我就打了电话 她电话打不通 打不通呢 我就给她儿子打电话 我给她儿子打了15个电话 她儿子没接我的电话 回来以后我说 哎 朋友我给你打电话 你手机咋关机了 她说别人手机没电了 我的手机接给别人了 我说那我给你儿子打电话 你儿子为什么不接 我给她打了15 6个电话 她说她生你的气了 你不知道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什么事情 她说她上一个星期去旅游 她饭没吃饱 也就是说她在为一个星期 之前发生的事情生你的气 对 你是怎么知道 孩子是在为这个事情生气 她告诉我的呀 彭先生告诉你的时候 是当做好像 没什么大事一样 讲给你听 还是她也觉得 孩子应该生你的气 那她觉得是应该生我的气 就觉得你做错了 对 就为这个事情 她儿子就不接她电话 我打了15个 我问她 为啥你不接阿姨电话 她说 那我生她气呢 我才知道这个事情 你知道这个事情 你为什么不跟你儿子沟通呢 你是 我和你儿子的桥梁 你起到什么作用呢 儿子不接电话这件事 原本只是一件小事 却因为彭先生的不作为 让张女士和继子 到了互不来往的地步 一年后 当继母子再次谋面 张女士就是重提 不吐不快 我说 阿姨对你一件 就是去年这个旅游事 你对我的一件事 她我对你没啥意见 我说没啥意见 我去年给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 她说 那那么多大人 人家都不接电话 我为什么要接电话 她这样说 我说你不接电话 你回到家 你可以给我回个电话吧 我说你上学 我学费我给你掏着 生活费我给你掏着 我不该得到你一句珍重吗 她说啥 我妈遭了个叔叔 这两年在我身上付出的也不少 她得到我 我当然两年不理她 你现在给我爸结婚了 那就说这个学费 那你应该掏的 我就说 你儿子学费我掏着 家庭所有的开自我来掏着 我说的我还怎样做 我就得到今天 你们这样子对待我妈 她说 你这样说咱们可以不过了 立会 她这样说完以后 我就说 那你还说过了有啥意思 都是你花的钱 那你 你不跟我过了 你不是就不用花这些钱了吗 我是想把我们中间这个误会解除 但是她作为当父亲的 她并没有说 哎 彤彤你 你做的也不对 哎 不是阿姨 你要她出来主持一个工作 对 她并没有说 她只是说 儿子就一个 老婆多得很 她都是这样说 儿子就一个 老婆多得很 她的意思说 不要叫我儿子给她打电话 逢年过节 问候她一下 但是现在孩子 我不说吗 我儿子 除了问我要钱 给我打电话 其他时候一概不知 你打完钱 他倒不到账 他都不告诉你 要求不了那么多 哎 是的 那过年 她儿子给她能打电话 问候过个年 为什么没给我打呢 是不是啊 你儿子电话能打到你的地方 不能打到我这个地方来吗 为这件小事 她就袒护她的儿子 你以后怎么办 通过这件小事 张女士已经衡量出了 她在丈夫心里的分量 在张女士看来 她现在唯一的筹码 就是牛厂 如果将来牛厂 不小心落到了丈夫名下 她的这段婚姻 也将岌岌可危 因此 在婚姻陷入困境之前 她必须防患于未然 通过婚内财产公证的方式 把人财两空的可能性 扼杀在腰栏里 我们如果不分 也就是一年也用不了 还要离婚 对于张女士的顾虑 彭先生的儿子会怎么看 她会支持父亲和继母 做财产公证吗 主持人张婷决定 电话连线 彭先生正在读大一的儿子 今天他们两个我想 把这个财产分分清楚 你爸的要留给你 阿姨的要留给阿姨的儿子 你的想法是什么 那他俩的是关我啥事 能给我留着给我留着 留不了就算了 你希望他俩好好过对吧 嗯 那个阿姨啊 那个确实 那个不接电话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也没想着你会应该扯身体 我在这里给你道个歉 希望你能谅解 不要跟我爸吵了 好不 哎 没阿姨啊 也是阿姨的不对 以后 如果和你把我们的 继续生活下去 我也想 对你和对我儿子一样对呗 我要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儿子 两个人都四十多了 都五十岁了马上 过日子还是接着过吧 好 谢谢您啊小朋友 谢谢 我挂电话了啊 嗯 好的 挺好沟通的这孩子 这儿是他爸 他要护他 彭先生儿子的连线 让张女士很感动 他也终于对一年前的事情释然了 尽管如此 张女士还是不肯放弃做婚内财产公证 他认为 这既是给自己未来的保障 也是给自己儿子的保障 那么张女士的儿子会如何看待母亲的想法 为何儿子的话让在场所有人为之动容 对叔叔你有什么样的印象 可能是不是有点太聪明了 这聪明是不是要打个引号啊 对吧 是这样的 精明的人 我妈主要是我妈太笨了 你知道吧 好多事情就是一般像正常人他都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 怎么能理解 他就不行 他就认死了 你知道吗 叔叔叔叔叔叔叔感觉怎么样 神先生 还能受 toilet 你妈呢 我妈脾气不薅 这是我 你妈妈现在觉得要解决她们的问题 就是要把财产给分清楚 如果你们俩是真的想 就是过一辈子 我认为这个钱算特别清楚 也没什么意思 因为大家也不会特别缺 然后如果想过 就不要太记忆了 狐狸狐狸地过就行了 我都特别盼望 他们出去玩怎么办 你也不用给我留什么东西 你老了 我也老了 你把钱留给我 好 我老了 我再留给别人去 有没有意义在 我说你活着你就花 像你们这样子 也不是差钱 然后你们就出去玩去吧 就应该多留 我就这样子劝他们了 你知道吧 然后我妈确实 有点太想把这个钱留下来了 妈妈活得有点累了 对的 应该是这样 好 谢谢你啊 小时耽误你时间了 谢谢 我先挂电话 再见 没关系啊 这儿子也很好啊 本来我也是这样子想着 就这样子过着 大家都不要计较 你要把这个账算清楚的话 那哪能算清楚 你说在一块过着 您男人要完全的 我作为一个女人 我的安全感在哪 啥子叫安全感 你把钱分给我 就叫安全感了 对 我如果能把钱 你能用钱把婚姻买来 把这个家庭幸福买来 我宁愿不要钱 但是 谁能给我保证 尽管张女士一门心思地 要把牛产公正到儿子名下 但是儿子对此却丝毫不感兴趣 比起财产 他更关心母亲过得是否快乐 在这一点上 彭先生的儿子也不例外 既然两个儿子都这么懂事 为什么张女士还是放不下 做财产公正的执念 除了担心两个儿子将来因为财产 起争执之外 张女士还有什么其他的顾虑 调解员和观察员们决定 先给双方支支招 你们这个家 人与人之间 其实是没有充分沟通的 就像无数个家庭一样 家人之间很多话是说不出来的 说不出来的话 就会成为一个空白地带 充满了猜想 一旦遇到问题 那就按性格来 有的人往好处想 就像两个孩子 有的人往坏处想 就是你听像你们俩 有两个可以选择 一个就是AA制 一个就是AA制 再加一个公共的资金池 把一些钱放到这里 公共 其他自己管理 两个人的孩子也都要避讳 两个儿子 我留什么不留什么 打成一个协议 我个人是这样子 看大家有更好的办法 张女士的 你不是像你儿子说你笨 你也不笨 但是你矛盾 你的矛盾表现在哪呢 你要感情 但是你对钱上 实际上你也放不开 这个是你内心 一个很大的矛盾 就是我要感情 但是我丢钱 我又舍不得 但是你别忘了 这是二婚 因为二婚毕竟 人家有人家的孩子 你几次在场上都说 就朋友之间 还得有个三七开吧 其实你是舍不得钱的人 但是你又特别需要爱的人 那你怎么办呢 舍不得孩子 都踏不住了 你舍不得钱 那你也没有感情的 因为你首先 护住钱的那一刻 就没人会爱你 你不拿真心 怎么来换别人的真情呢 是不是 别天天跟我说 那我出钱了 他就只出力了 那夫妻不就这样的吗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不要与生意合作伙伴关系 顺便上个床 这是不对的 分得清楚次 女方就觉得 我的儿子 现在都已经结婚了 当读大学的时候 当结婚的时候 男方不掏钱 那么男方就说 就是因为我儿子 没接你电话 就是孩子是有原因 那次没吃饱饭 就为这种事纠结 实际上根子在哪里 我觉得你们两个 情感上还是很知识 都考虑自己的感觉 自己的利益 如果是自己的孩子 那少吃一口饭算啥呢 我就打他两巴掌 又算什么呢 还是一个实行 一开始在一起 不好意思 大家面子上 都觉得拉不开 说不透 到后来 发现他拿了钱 没告诉你 那个又发现 我出了这么多力 我办手续要花这么多钱 你为什么又不理解 那么慢慢慢慢地捅出来 反而伤和气 有的时候我觉得 亲兄弟还得明算账 更何况二分夫妻 是不是 二分夫妻 很多时候 是要把大的说清楚 小的就不要去计较 刚才大家读者说 女方想把这个钱 要算清楚 我觉得是情不够 钱才能凑 这个女方是严重的 不安全感 是什么 情感的不安全感 才能导致她今天 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 所以她把这个钱 摊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的担忧会越来越强 不安全感 也会越来越强烈 跟你走在一起 她是付出真心的 女方一定是认为 人心坏人心 她也很想争走口气 把这道婚姻 好好的过下去 可是男方 你在珍惜这两个字上 我真的觉得 缺了那么一点点 如果你对女方 真的是那么坦诚的 真诚的 对待女方 你们不会纠结 再来到我们这里 我不知道 刘廖阿姨 你说得特别 说得我兴趣了 我现在我老公 就是抓住她 就是金钱 而不是这个街 而不是说是我 她看中的是金钱 如果她把金钱 看中一点 我们都不会 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也不会跑到 你们进门 挑截上来 别哭 别哭 这个女方 她是全身心的付出 也真的是 全身心的为了你 如果你这一点都意识不到 你不懂得珍惜 那我觉得你不配拥有 如果说我不珍惜她的话 在我们 挣这个两百万的时候 我就提前给她说 我们俩对半分 今天就不会闹到 这个地步 这因为钱你全收了 我还叫咋珍惜 把钱都 你前面挣了钱 没给我分 你为什么好意思 给我提出来 对半分这个钱 难道你作为男人 你不是跟妻子去较劲 对 较真 去争锋相对 你是要用温暖的情感 去温暖她 你觉得我有解释的机会吗 你觉得我们做到这个 那你这么多年下来 你觉得这个女方 为家为你 是付出了吗 付出了 对了 你要肯定她 这一点 这是绝对肯定的 正因为她付出了 所以说挣的钱 你都拿上 我没意见 可能今天双方 我们女士会觉得 特别委屈 男方会觉得 我也委屈 那你们委屈的根源 在哪里呢 其实我觉得 夫妻关系 也是一种人际关系 在人际关系当中 包括夫妻关系 要征询一个 基本的法则 叫人际交往的 黄金法则 这句话是这样说的 像我希望你对我的那样 对待你 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我希望你对我好 我不要盯着 你是不是对我好 我先对你好就可以了 至于你做什么 我坚持做我的就行 今天其实你们都是 用一种反黄金法则的交往方式 在交往 比如我们的男方采取的一种方式是 你怎么对我 我就怎么对你 我盯着你 你付出了我就付出 你没付出我也不付出 所以我们男方一直很平静 而我们女方采取的是另一种反黄金法则 我怎么对你 你必须怎么对我 这种方式有时候 看上去挺有理 你反复想到 我的这个技职哪里不好 学费是我出的 生活费是我出的 你打个电话你还不接 所以我生气 你这种方式往往是叫 出力不太好 那你们这两种反黄金法则的方式就是 都怕自己吃亏了 要么是我等着别人付出了 我再付出 要么是我付出了 你必须付出 那我最后再把那句话强调一下 希望你们双方都能从内心深处 想一想 像我希望你对我的那样对待你 其实它的本质就是 不要管别人做什么 我先付出 因为如果双方都付出 双方都会获得 如果我们双方都盯着对方 都等对方付出 那还有谁付出啊 检济厂我让步了 我再让步 我就是把这个厂子送给他 他能不能保证对我一辈子好 你得信我是不是 我说我会对你好的 不要把这个钱搞得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 你非要给我做财产公正 我谁要叫你这个 那你为什么说 三姐来这个牛肠 就是你儿子 就是你的 我和我没关系 我出个搜主意 就是你们俩 今天约定一下 谁先提出离婚 给对方一百万 可不可以 我们到密室里面商量 好吧 到密室里商量 调解员胡建云 半开玩笑的一句话 其实为密室调解 指明了方向 只要张女士获得了安全感 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可问题是 张女士到现在都一根筋的坚持 只有分清财产 心里才踏实 这让接下来的条件 变得格外棘手 现在牛肠 我对牛肠 你这一块 我还是说 这一块是我的 牛肠这一块 你觉得还是 还是我的 猪肠他那一块 还是他的 牛肠是你的 猪肠是他的 对对对 觉得你还想分清 还是要分清 牛肠这块 这是一个大问题 分开了 就说是 他儿子的学费 以后我还照样承担 家里的开支 我还照样承担 不让他管 对于张女士 愿意承担生活开支 彭先生完全不领情 他一再强调 生活开支都是他的 你说生活开支 对我们像这样的条件 都跟你说 动作百十万的在这谈 生活花了十万块钱 我们就不把它算 当钱算 买房子 你出一半 我出一半 怎么叫生活开支 都是你的 在彭先生看来 生活开支 只是生活中 很小的一部分 他不同意张女士的 分配方案 其实根源在于 不论牛厂和猪厂 值钱的并不是地皮 而是地皮上扩建的部分 截止到目前为止 牛厂和猪厂上 扩建的厂房 包括先前卖了 290万的房屋在内 都是婚后扩建的 属于夫妻共同所有 所以一分为二 是不现实的 他永远没有 扭过来这个房子 他认为这个牛厂 是他的 盖到我这个地方 就是我的 他留给他儿子 你没想到 这个房子 是我盖起来的 那个地就是划拨的 对 正在扶持划拨给你们的 免费使用的 免费使用的 对 是啊 那本来值钱 那是地上的那东西 比较都是你们一起 经营做的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对 等于说 这个挣这个200万 他花了150万 我花50万 是这样子 我也没有空气 我就觉得 反正一块过日子 你把你该出的费用 你出掉就算了 结果他非要给我 做个财产公正 我是不要认真了 我把这个摊子 一个院子 一个牛厂 给你变成四个 最后牛厂跟我没有关系 可不可能 大家都有一份 你光想把你自己 这块拿走 那可能吗 从2008年到现在 彭先生用了七年的时间 让牛厂发展到了 今天的规模 如果要把牛厂公正到妻子名下 对他是不公平的 但是为了让妻子有所保障 彭先生还是愿意做出账户 假如说要给他一个保证的话 就说假如说你提出离婚 你提出离婚 那么这些工作财产 我就放弃分割的权利 对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对于罗律师的提议 彭先生答应得很爽快 不料这个有利于自己的方案 张女士反倒开始摇摆不定了 一番犹豫之后 张女士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不料儿子给出了重要的建议 你愿意把样子心里会舒服 你就怎么弄 如果你觉得心里不舒服 你把他弄舒服了 你再弄 你做啥决定我的同意 我无所谓的 做啥决定我的同意 但是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我是种小木桶 我也希望他和郭菲格的右上 我那就是我的 他那就是他 这样分得清楚多好 他帮你了呗 那我也帮他了呀 就像刚才那个阿姨说的 按法律走的话 就是那就是你们俩 是吗 是吗 你们现在过了这么久 你到底要不要过 他贪心吗 还是我贪心呢 现在不管 我什么都不管 就是你要不要过 你愿不愿意跟他过 你管他贪心也好 是怎么样也好 他这样贪心 我肯定不愿意过 他不贪心 他怎么样了我才愿意过 不是这样子 是你愿意跟他过 然后再怎么样 好好好 我先挂了 先挂了 你愿不愿意 我这有什么犹豫的 这不行 那但是我想不通呀 电话挂断后 张女士陷入了沉默 在经过深思熟虑后 张女士还会坚持 分割两个场子吗 面对丝毫不肯让步的妻子 彭先生会做何选择 经过密室调解 双方最终能否达成一致 好 密室结束了 我们首先是达成了一个协议 先给双方念一下 第一 双方达成一致 双方婚前的老场归各自所有 婚后扩建的新场 为夫妻共同所有 第二 彭先生承诺 今后会多关注女方的情感需要 多体谅女方的感受 如果将来男方提出离婚 将放弃对夫妻共有财产的分割 第三 双方承诺 今后会善待彼此的孩子 协助处理好和对方孩子的关系 共同营造良好的家族氛围 有没有问题 没有 你帮了 你为什么不能让不让 才不让 鸽子鸽鸽鸽的那样子不行吗 正如彭先生所言 为了维系这段婚姻 为了能让妻子获得安全感 她其实是做出了让步的 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之后 张女士总算开窍了 她默默地签下了嫌疑 其实张女士你想一下 一个当妈妈的人 会和一个刚上大学的男孩子 因为电话的问题 生气生到金牌条件 只能说明你多么的孩子气 也说明你看问题容易看一个点 堵在一个点上 也说明你内心的不安全感 特别地严重 彭先生出现的所谓的聪明 并不是彭先生对你有二心 他是不知道该怎么来哄你 所以今天我想彭先生要更加直白地 更加温和地把你的情感表白给他看 我们帮你准备了一样东西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由你来决定 你干过这事 好了好了别纠结了 小杉 你又不跟牵过 是不是 这么说 坐吧 这就完了 你就这么给了他 那你真是对不起 我们大晚上去给你买这束花 胡老师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还是赶紧放在第一位 对 我老公放在第一位 家里放在第一位 老婆我爱你好好过日子 别在这瞎闹 好祝你们幸福 谢谢大家 明天见 调解进行到最后 双方用最简单最直白的方式 坦露了心声 对经历生活沧桑的他们来说 没有什么比相互陪伴相依到老更珍贵 其实很多的再婚夫妻 都需要面对财产上的问题 不可否认婚内财产公正是保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 但保护自己的同时也伤害了对方 正如张女士的儿子 当婚姻出现问题时 率先考虑的应该是是否愿意继续跟对方过下去 然后再来解决怎么过的问题 希望张女士能够带着这份心安收获信任 收获幸福 金牌调解 她嫁给比她大12岁的大叔 以为爱情可以战胜一切 因为她当时说的太美好了 她的情商是比较低的 不善于处于这种关系 不要再说我情商低 不要诋毁我 她说话是很直的 不懂得转弯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真的就像那个飞蛾扑火一样 我真的已经崩溃 你们就这样的虐待我 原话 而且是深色俊烈 我没有说虐待这个词 就坏在这张嘴上 说得太难听了 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婆媳关系不好 和妓女无法相处 究竟是谁的错 一旦我女儿不听话的时候 她就会直接说 你滚吧 你滚到你妈那去啊 我付出这么多个为她女儿 她变本加厉的 她女儿是真的很有心机的 明晚十点 将其卫视金牌调节 敬请收看 她是不是爱情的傻瓜 上级